24日清晨4點半左右 位在北南鄉龍過邁路段 發生兩輛小貨車相撞事故 強烈的撞擊 讓其中一輛載滿檳榔的貨車車體毀損 大量的檳榔是四散一地 索性整起事故之後 兩個人輕傷沒有生命危險 救護車的聲響 劃破清晨的台東市區的街道 要將車上所載送的傷患 送往醫院進行治療 今日七晨4點半左右 北南鄉龍過邁路段 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貨車對撞事故 強烈的撞擊 讓其中一輛滿載檳榔的貨車車體破損 車上所載送的檳榔四散一地 而這起事故也造成兩車上頭的三人接掛材受傷 但幸運的是三人僅受輕傷 並無生命危險 本分局今天上午4點30分左右 接獲民眾報案 台東縣北南鄉台九縣343公里 發生招募事故 經原警到場了解 是陽性民眾駕駛自小貨車 附載乘客一名 沿著台九縣龍過邁路段 由北向南行駛 經過事故地點跟對向車道 由無性民眾所駕駛的自大貨車 發生狀擊 陽性駕駛等三人軍受傷 無生命危險 經查雙方駕駛均未飲酒 詳細造勢原因 本分局深入調查中 台東檢分局也呼籲 在行經路口彎道 務必注意前方的狀況 減速慢行 才能夠維護自己 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記者陳淨玲悲難相報導